听说你是来救老婆的 大家好,我是对猫毛过敏的川川 上一期视频之后 我发布了川川下期做什么的投票 一共800名小伙伴参与了up主选择强迫症的治疗 但是你们为什么要投紧纳罗啊 是卡莎老婆不够美 还是肉妆维恩不够香 而且预测失败的川川 已经做完了半只卡莎 虽然她逢赌必输 但她从不认输 为了履行承诺 终于造出了紧纳罗 看着肥美的小脚柔嫩细致 金色的铃铛随风飘摇 飞扬的衣袖花纹繁复 宽阔的胸肌雪白紧实 灵动的脸庞神采飞扬 透明的琵琶是真她娘的难做 这就是你们的老婆 紧纳罗 可你们的老婆 现在在我的手里 请快快交出三连 不然直接撕票 千万不要下次一定呀 好的 下面带大家走进紧纳罗的诞生过程 首先 要制作透明琵琶 悬项 在失败了五次之后 我终于成功地造了出来 这是我赵之丽慧画的制作图纸 琴面材料选择了2.8毫米的亚克力板 琴身配件 使用了三种厚度的透明热缩片 在热缩片上描下图纸轮廓 再一一减下 但是 配件这么大要怎么办呢 一趟我的趟我的 缩小灯 看到只有毛病吧 这不就是个热缩枪吗 说的没错 200度的热缩之下 热缩片迅速收缩 UP耐高温的铁手 趁热给热缩片凹了造型 各个配件都缩好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调配一罐金色UV 把缩小的配件逐一粘合安装 美甲灯下 又微焦迅速固化 华丽的悬项 雏形显现 琴的肚子先用半个圆片增加一点厚度 话说 你们有看过100层支架油挑战吗 悬项就是这样刷出来的 一共刷了79层 请把感动打在公屏上 最后 用金色的鱼线制作琴弦 悬项就完成了 然后 就是大家最爱的造小人环节 美好的肤感来自于比利时软桃 天呐包装好吓人呀 简易粗一细 两根铁丝做骨架 粗的做承重的那条腿 首先制作骨骼 然后逐一贴肌肉 由小腿到大腿 脚的制作比较复杂 因为人的脚上有27块骨头 19块肌肉 另外一条腿一样的操作再搞一遍 罗罗老婆的下半身就搞定了 诶 你说我天天给你们捏老婆 你们是不是应该喊我一声 丈夫娘 美好的肉体需要注入大大的灵魂 但是大大的灵魂会被衣服勒住 所以我们要给它做个勒痕 后面才会有仿佛快要溢出的buff 用软化油给整体抛光之后 素体也就差不多了 丢进烤箱130度焊蒸一下 与此同时 我们给老婆化脸 在此之前 隆重介绍我自己 设计出品的猫爪调色盘 如同蒟若一般的质感 捏起来你一定会说 好漂亮 好好看 点烤干后一丝就掉 不用洗不用擦 价格只要19块8 还在犹豫什么 赶紧拿起手机订购吧 画脸 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一个手抖 全玩完 打好草稿 铺底色 加深阴影和轮廓 眼线睫毛 比较稳 画龙点睛 眼明亮 口红眼影少不了 描描眉毛 更漂亮 然后把做好的脑袋 安到身体上 我们先来制作这个黑色衬裙的部分 用透明树脂黏土 加黑色丙烯来调颜色 调好就是这样 嗯 好恶心 重来重来 调好就是这样呢 把调好的土擀成薄片 笔刀剪裁 然后贴上去 就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是裙子 先擀红色超青年土 再白色 两片贴在一起 就有了里面红 外面白的裙子了 剪裁一下贴上去 用压痕笔 制作一些褶皱 其余的片片也是一样 接下来拿出 富婆快乐土 由于价格太贵 穿穿拿出剪刀 小心翼翼的剪一个小口 再小心翼翼的挤出一小坨 用透明色饼吸来调色 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透明度 用UV胶混合闪粉 画出轮廓边缘 再用透明UV增加透明度 沿着边缘剪下来 感受一下它离谱的透明度好吗 一共11片 把铃铛和透明兮兮逐一安上 裙子的部分就完成了 腰带的部分 大概是全身最简单的 随便剪个片 呼上去就行 至于飘扬的大袖子 必须先拿铜丝来做支撑 承担黏土的重量 这样才飞得起来嘛 袖子上复杂的花纹有十几个 拿出偷懒神器键盘膜 画下一枚花纹 用金色UV胶描下来 照灯烤干 一丝就能拿下来 整齐的克隆12个 用白乳胶把花纹粘上去 虽然已经是最大程度的偷懒 但完成这些花纹 还是用了接近九个小时 再用白色做袖子的外层 衣服的主体就完成了 接下来化身托尼 开始直发 头发要一根一根重 才能飘逸灵动又细致 这个羽毛装饰 一度让我十分困扰 直到我看到家里的 孔雀毛花瓶 这个毛巾内的质感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随便拿一块之前的废料 剪出翅膀的形状 刷白乳胶 把羽毛一片片贴上去 图在最底层 这个羽毛来自万能的淘宝 宝石色金染色 再洗去浮色 就得到了蓝绿色的羽毛 同样用白乳胶粘上去 再把最后一层白羽毛粘上去 耳饰就完成了 来把它带上 抱起心爱的土琵琶 开始歌唱吧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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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流星よ 啊 星の群れに音を乗せ 下の霊よ 啊 啊 零夜を振り払う光となる この呪いを断ち切ってみせる